在静南林坟的银秋山里,藏着数座万年不化的冰冻群。 云秋山的冰冻位于北纬38度,山峰逆南青草,城雾亲吻川西,可迈入洞见就好像进入冰与火之歌的异世界。 这是世界最大的冰冻群。 洞内的冰冻壁充满着神秘,沿洞顶延展而下的冰锥群仿如葡萄与青笋,真不知是哪位昆仑上仙,遗落着冰青穹台。 这个形成于300万年前的冰冻的神奇,在于洞内365天全年都在结冰,已经万年不化。 而这样一个单体冰冻出现的概率在世界上行有万分之一,但在云秋山居然足足有16个冰冻,哪怕夏天高温,这里也依然有自然冰。 古村千百年来流传下来这样一个传说,村民但凡患小病,吃完冰后即可痊愈,所以很久以前,不少村民们冒险进洞踩冰,希望换得家人安康。 中国移动5G信号竟然也全覆盖,这世界罕见的冰冻到底通向什么样的室外冻天? 而冰天外的世界却热情如火,塔尔坡的打铁声与荒谋香气是属于这里山民的人间烟火器,而山脚散落着的静南窑洞民宿,无论风雨,游人依旧为这方天地而来。 也许那位上古地饶依旧守护着这座古城昆仑的齐峻仙山。 从促之间没能赏遍云秋山美景,如果再有一日,我愿重游这块福地洞天。